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减肥、健身类节目,在各大视频平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获得流量的增长,就可以尝试制作健身类短视频。 健身类视频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而最流行的一种就是教大家用正确的动作, 减去各个部位的多余脂肪,获得腹肌和完美的身材。 如果你是专业的健身达人,就可以录制健身类节目和实际取得的成果,并发布在各个视频平台。 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如果想要制作健身视频,则需要通过剪辑的方法实现。 打开YouTube,进入一个名为Muscles Workout的频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发布的短视频和健身相关,以动画短视频为主。 此类视频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观看量也非常高。 而且,该频道可以为发布者带来每月数千美元的收入。 进入TikTok,我们可以看到,此类健身动画视频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同时,健身和减肥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健身动画短视频,把流量变为订单。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健身动画短视频的制作方法,以及流量变现的技巧。 方法一,制作健身动画短视频。 此类短视频主要由GIF动画素材和文字组成。 首先,我们应该搜集动画素材。 打开Google,搜索Workout Animation GIF关键字。 在图像搜索结果中,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GIF格式的动态图。 把图像分类整理,并保存到电脑中。 打开在线设计网站Canva,选择新建一个TikTok视频。 上传动画素材,添加文字描述,然后进行简单的拖拽和拉伸处理,就完成了一段健身动画短视频的制作。 此外,你还可以添加特效,让视频看起来更加炫酷。 按照这个方法,你可以制作多段健身动画视频。 此类视频可以指导人们用正确的方法健身,动态图也会重复播放,观看非常方便。 方法二,剪辑热门健身视频中的片段,制作成短视频。 除了动画类短视频,你还可以制作健身教学节目。 首先,你需要整理相关的素材。 打开YouTube,搜索Workout Mistakes,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教学视频。 此类视频会教大家避免在健身的过程中使用错误的动作,从而保护肌肉组织不受到伤害。 打开YouTube视频下载工具,把这段视频下载到电脑上。 然后使用视频剪辑软件截取其中教学的片段。 点击新建一个短视频,上传剪辑后的视频片段,并添加上正确和错误的标识。 按照这个方法,制作多段视频即可。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健身类短视频的制作。 除了今天介绍的两种方法,你还可以制作各种类型的健身节目,并发布到YouTube、TikTok平台获利。 YouTube Short的主要收益方式是创作者基金和广告分成。 只要你能够上传视频并获得一定的观看量,就会按照播放次数获得对应的收益。 对于TikTok来讲,除了创作者基金外,你还可以把视频流量引导到外部网站获利。 也就是通过添加链接的形式,把用户导向联盟营销销售业,并获得每单30到100美元的销售提成。 现在,我就以TikTok为例,为大家讲解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第一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和健身相关的账号。 完成了基本设置后,对于新账号来讲,你还要进行环境的搭建和前期的养号操作。 账号趋于稳定后,就可以把制作好的短视频发布到TikTok,并获得流量和关注的增长。 第二步,添加LinkTree链接。 进入TikTok的设置页面,添加一段LinkTree链接。 LinkTree是一个专为社交媒体平台设计的中转页面, 同时适合移动端和桌面端的用户。 我们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并添加上各种链接。 例如,我们可以添加免费的Google Site着陆页,并放置QuickBank推广链接。 第三步,制作Google Site免费着陆页,并添加相关商品。 Google Site是一个免费的网站,你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免费制作着陆页。 登录到QuickBank,在Healthy & Fitness板块选择几种和减肥健身相关的商品,并获得推广链接。 在Google Site添加上商品的图像、推广链接,并制作一个简单的着陆页。 完成了着陆页的制作,把生成的Google Site着陆页链接地址粘贴到LinkTree即可。 第四步,检测QuickBank转化率,调整商品种类。 在实际的操作中,你可以登录到QuickBank,查看每天的收入情况。 如果你推广的商品转化率不高,则可以调整为其他类型的商品。 现在,我们就完成今天的操作流程。 健身和减肥类视频,一直是各大视频平台的热门话题。 只要你能够发布高质量的视频,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流量,并可以把流量转化为各种类型的收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